3 2 1 出去旅行的BJ的三样东西对不对 硬直眼镜 盥洗的衣服 还有那个好下霜 这次的出来旅游有没有打算多拍一些好看的照片 好不 我是个很不喜欢换东西的人 在LOG里面说导演说话一般不算数 那你用这节目的时候有被看吗 有啊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林简涵的那句话 我们不是个曼综艺吗 曼综艺为什么我的脚都起泡 曼综艺的意思是泡漫漫的消下去的意思 有没有考虑过尝试一下杨迪的睡衣 还好吧 迪哥的睡衣 只是稍微审美奇怪一点 我觉得可以啊 但是我可以买些新的吗 那语图当中有没有让你特别致上深刻 然后自己也死了呢 那当时没吃 就算这样就吃到了 牛肉 好好吃啊 牛肉跟莫米一样一点都不油 又有嚼劲 它这个恰到好处 真的恰到好处 超好吃 你上个日子吗 啊 12 12间T 那白T你带着12件穿了多少件呢 就是我就是出差几天穿几件 所以带着那些白T的衣服都比较丢 好明显看出来就是比较难 白T不够换了怎么办 你可不可以用黑T带衣服 看情况吧 黑T我也是有的 可能一件黑T吧 白T真的很好穿 就是你看啊 你穿了白T 前色裤子 身色裤子都可以随便搭 外面随便搭什么都很好穿 就绝对可以出错的一个搭配 真的很好穿 能唱一首歌来形容一下这次里有个感受吗 勇敢与少年们啊 快去装造奇迹 你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就是 慢综艺旅游节目 有什么分量的感受吗 在里面有玩到 之前没有玩过的游戏 慢综艺旅游节目 你还说得出口 一点都能不能慢啊 真的哪慢了 你的哪慢了 你用一句话来安慰一下 星星王级2这个节目 我觉得都是一群有趣的人 聚集在里面 打自己不爱的 那这样一群有趣的人 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你还能发呢 敬请收看星星王级 好了 订阅 兴趣的厅 轻弄作 你放开